我們來介紹一下陳德慶 陳德慶的歷史 建於1926年為金門島東邊最早新鮮的鄰居 建於竹竹的格局為兩層樓的出歸養樓 本體牆身一樓採為鑽切二樓抹灰 屋身構造為硬山 這個就不知道要怎麼連啦 OK就算了 然後山頭裝飾有傳統的生肖圖案 圍牆一半的已經攤倒了 OK 那這個簡介會比較少啦 大爺也是差不多1926年左右那時候蓋的羊樓 這種羊樓都很疼 大部分都是因為 因為沒有後代嘛 都是居住藍牆的時候 這種東西都會防飛掉 產權有些東西 這種還是在新加坡那邊 不過你可以看到那邊 這邊泥塑吧 還是會有 上面有什麼 我覺得上面有什麼老鼠啊 什麼什麼大象啊 你們看 注意看 什麼的啊 泥塑了 然後花磚你看 我們看一下以前的花磚吧 燒得真好 你看那花磚 很漂亮齁 都已經攤倒了 但他在水酒啊 有點危險啊 這邊要小心點 上面的字也好像不見了 不過你看這麼久 你看這些花磚還是很漂亮 你所有東西都掉了 沒有人去管啊 就這樣子而已啊 以前是喜歡拍照的 這邊拍到現在 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越來越破爛而已 就是荒廢掉這樣子而已啊 這棟的歷史剪輯就比較少了 相對少 好啦 那影片分享到這邊啦 最後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我 拜拜再見 OK 拜拜再見